我是我是表示非常羡慕的 啊导师这边是选择的罗伯特起牵手 罗伯特 雷奥娜 八神 民工先民工这边是红丸大门和雷奥娜 红丸上去 先打一波哎强行出一个正要角的三段 那导师生龙是依然是稳健的 啊导师还是在还一个生龙 这个生龙有点结巴的意思 敌头进脚 来了 下段跳这一滴鸭 导师应该是准备跳这一滴鸭之后可能 变一个中段或者是进去下段 但是被抢了哎看到对方这个 立刻出龙虎乱舞但还是慢了一点点 看到雷润泉出招跳底都二则 则正向打中一小套 老师要没血了 那龙虎乱舞能再发早一点点就中了 还是一个两气的龙虎乱舞 导师也很捨得 啊跳这一滴距距离远了没有追击 最后一点血 哇漂亮用波打了一个时间差 叫你红丸续气 但民工其实是想用雷润泉的独指导师接近的 大门 大门这座的眼睛是彻底睁不开了 他只有在发隐藏的时候眼睛才会 睁开一下 而这边导师凹了一个绝望生龙 然后就绝望了 来 上场 里安娜上场 里安娜一气 跳cd 相杀一下这边一个地雷阵 我差点说bug阵 跳cd 压 头上扶 诶 你们是不是很想再看一下什么篮子山之类的 好 这边中断之后的一个围质 贝安娜的二敌 拉回水量 C头 第二时间头没有抓到 虎鼻打下也没有暴鼻C 哇 漂亮 预测了你大门会跳C敌 老师其实在想的时候 打的时候很注意观测对手的下一步行动 所以往往你们 其实在高手队战的时候往往会看到一些出其不意的截击 就是很多招他明明先发 但是你冲上去中了 这边两个恋爱娜 这边先一气上去 诶 起身爆超杀 诶 居然被拨打了 这超杀没无敌吗 对空为止 漂亮 这个对空为止的反应真的快 迷宫表示好 立即开始第二局 好 第二局立即开始啊 真是不做调整 下一局是波仔队金豆腐 这一局打完 因为这一场打完 好 这被压在脚里之后靠 龙拳五三段出来 一个生龙 连五角 不对 连五角是内角 再生龙 跳C敌之后 诶 没中 看到了康泽 看到了康泽 看到了康泽之后的一个龙拳五没中 可能大波就会比较中 前头 暴鼻子一上去之后是停顿了一下 他认为导师会生龙应该 好 跳C敌是打到了八波的红丸 这样导师的罗伯特是 又拿下一小局 这边大门再上 其实民工大门是很有特点的 会打出一些很好看的东西 我跳C敌消杀 这个波的高度真的是非常好啊 风味 好 接超杀 天地逆转 好 这边刚才大门这个超杀是新超杀啊 哎 又来一个对空位置 但是这个普通版的位置好像是没有无敌 浪费了一个气 还被大门打进去 大门的跳C敌好像很硬啊 哦 哎 没抓到 慢一点点 刚才一个舞鼻 好 一个中断 列安娜 列安娜确实有气的时候 这个中断二则太恐怖 好 带走了 这样 又来到了两个列安娜的互摸重填时间 摸到就爆气 爆气就一套 一套之后继续摸 好 这边没支援 2比1 打背后是没有打到 刚才是随时因为没有气去爆 跳底压 哎 哎 可惜这个C的空档没有被抓到 那么现在都是说找一个机会好 保持一个跑C头 哎 中了 中了之后但是没有及时接空中为止 可能是接不到 想要一个中断啊 来了 来了 那有请波仔跟金豆腐准备上场 好 果然全霸 好 小孩打增加阵的 打巨压星的那个 开始是罗伯特上去强压 巨压星一个战敌 小C的波动 这个叫龙击拳啊 这个不叫波动拳 一起 哎 后面小半段没联 他应该本来是想打跳迪折果 因为可能中间又改了想法 哎呀 小孩子想前臂打对手 我收招爆BC 计时非常到位 但是结果是没有打中 不过现在前面上来看是压制对手 回到中间立回 哎 跳入了 应该是极极了这个角色 玩完的伤害真的是爆表 哪怕他是第一个角色的BC连伤害 第一个角色的BC连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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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一格气 只用一格气的前提下 第一个角色的BC条是最短的 哎 爆C之后的这个BC暴敌的距离 稍微短了一点点 跑的稍微短了一点点 没点上啊 C继续摸奖 二笔摸到 C空 二笔两下 还躲在一个压制 但是被抽出了一个下段 有一点点无敌的二 那个五笔 之后的敌尖连伤害有点小失误 但是现在来看血量上 不压性已经是算了 连续三个二笔 好 师娘 小孩上去压制 这一个折左右被防掉了 好 cd打中之后一个跑二笔 对头 中段 这个中下段 但是后面的连招事物质有点不应该 这个中段折到其实是 对下的中下段真的是 对 先反一套 嗯 气用毒 先把血量追回来 血量追回来之后 一个莫名其妙的跳C变成了逆向 然后再走 再见 这个跳C其实不管是不是逆向小孩 都会按二笔来确认 你开始 round 4 ready go 好 又回到两个雷安娜 好C 进去了 连上去再说 再走吗 差一点 中段 差一点这个中段 这次是下段 中段 就是让你猜 舍不得这格气 哇 舍不得这格气就真的是没血了 朱佳琴舍不得这格气去奔一个 cd 直接开打吗 直接开打吗 真的不能省气 真的 不管是14也好还是结霸5也好 就是后续的格斗游戏都有这个特点 就是说你有资源不能省 对 该拿的时候你要先拿灯 好这边 小孩用波动打了三分之一血之后 就被缓了一个小下段 诶 这个前屁是打乱动的 延续迪和C 红环的暂敌是有一点点的下段无敌 所以有时候能抢一些二敌 哇 小孩这个人当好扎屎 毕竟止 有一点不 Richt 这样 独家兴的话 对局 EPA 红丸 不太好打 因为 远距离反而是有签字的好打 又不能随意的随气 被太教斥地压死 无奈只能上去抢弓 好看师娘了 大波 哎 小孩子波发的很糟啊 啊看到跳一之后预测他后面应该是会来这左右直接一个后ab 展开 其实在高手对决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想对手在战手 大量一气的伤害 小孩子没有选择一节龙虎乱舞 龙虎乱舞折胜之后就是改版之后的威力降低了 氧气不是很划算 一个跑低头 那这局新娘就是没有什么剑术啊 这新娘基本上就是送了 小孩也确实是展示了一个世界冠军的气槽管理 确实在资源管理上是非常到位 好两次磨血加气 两分破绽也不大 连续两个C 来了 哇这连弹好扎实 一气三百多 生龙 这个生龙是小孩我觉得全世界最让人看不懂的地方 他真的是能在这个位置反应出生龙 嗯 哇这个是罗伯特要带走全世界挑战吗 啊后跳B 啊小孩子比较轻松的获得了胜利 那下一组对决 好两边这一开始香港的波仔 莲娜手发 然后面对这个我们小孩的罗伯特 好开局 直接两次卫星 诶 这个一直在用卫星 卡了个天智好下C 这个上杀一下 诶下B站B 但是没有资源 所以就没有办法开出高松的连段 好三点 下盘三点 然后一个越C 因为像莉安娜的话 这个越C判定相当强 而且能够打这个低风跳跃的效果 好我还在这边抓到一套B4连的连段 EX可以接个生龙 好是一个稳定的连段 还是压到板边 但是像莉安娜的话 因为刚刚被打一套大连段的关系 所以现在也是被打出了两气的资源 下B回去一个爆弹 两个人相互抵超一下 好下盘两点 反转 反转 反转梯 这个很像那个什么 9798的连段 但是14里面的话 打击的节奏可能要稍微慢一点 EX爆弹 好后撤 一个空中的反转 反转B 但是正好是掐到了这个爆弹上面 那么最后的话 那么最后的话 卫星出的时间 不是太快 所以是撞到了这个虎袍上面 好那么我还的话 是现在拿下了第一效局 好香港波仔上了一个这个板旗游里 这个也是在大赛里面吧 比较比较罕见的角色吧 这个板旗百合 我们还是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对局 好下拍一点 诶 漂亮 再踩到对手的一个这个驾招 好那么现在的话 一个这个温腿 就到了板面 好连续 哇这个连续跳逼压制 反正对面的话 对小孩也是压得不敢动 应该结束吗 好没有结束 一个一个少的光 但是骗到了一个神龙 直接被带走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现在的第三局 哇开局就直接 一对一死 对下结尾 哇这一套 这一套伤害是挺高啊 下踢想杀一下 但是莉安娜的话 没有找到机会 是她自己这个木鸭上面 直接失误 好吸头 两个人距离 继续被拉开 但是莉安娜的话 现在有四气的一个资源 看上去是比较吓人的 好远C摸到一下 刚刚一次前冲 前冲的C这一下 应该是想跑头 好吧 躲过了跑头 但是还是没有躲过这个下逼啊 所以现在最后的话是莉安娜 看一下香港波仔 最后是谁 谁来手底 好不知火舞 好 好 现在的话我们来看 小孩有没有这个 找到这个 呃 大坏的机会 高手完 哇这个有点可惜啊 因为她 开BC以后会自动跑一段距离啊 因为那个距离有点 跟对手的距离有点远 所以是变成了莉安娜的一个远地 但是她的远地是不能取消啊 所以后面就没有之后的连段了 好波仔 然后小孩这边是上了一个八神 这也是十四的八神啊 这个服装换了一下 换了一下 然后变成了个跑鞋 好我们来看小孩这一边 现在八神也是四颗气的一个支援 好将近五颗气了 增龙一个稳定对空 好站地直接放空 哇这个扇子应该是想跳没有跳过 看一下这点雪亮 这样的话带走了吗带走了 好直接带走 我们现在是恭喜波仔1比0 展示里见小孩 也是到了自己这一场小比赛的赛点 因为是抢二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好小孩这边的话 也是表示没有任何的时间 去调整直接开始第二局 好排序还是一模一样 好了不特 对抗莉安娜 好选择了跟之前一样的开局 利用卫星 因为这个说一下十四的话 那他在出这个对战字幕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蓄力啊 所以你这个是 是可以把蓄力的时间 算在这个字幕里面的 一开始就可以发这种 下缸或者是后前的招 好下低一个中段 好哇这个圣龙的话 我感觉 可能小孩这种圣龙 很有个人的代表性啊 好刚说完一套 好 小心力向 打电弹跟上 一个四百多的血量 干净五个 好 这边C 直接选择了莫奖开VC 好 最后还是赚到了一个46C 跟一个28A 那么小孩的话 现在是第二发 这个 前缘 利安娜打一个猎战 好 刚刚EP的话 因为出色的发挥吧 而且是把这里的气都给用掉了 为了打这个高三连半 好 CD 应该是一个复合的46B 好 远C 哇 这个一直在远C往前面推 这个判定确实是有点吓人啊 好 摸到一个机会 带走吗 应该是带走了吧 好 没有带走 这个最后的残血 一个跳C 直接结束战斗 好 好 那么现在的话 还是两个女性角色的对拼 因为像十四里面的话 总体来说的话 女性角色都很强烈啊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会在这个里面的话 看到蓝女的选角的话 不会太平均啊 好 一个刀光 直接 SP 漂亮 好 莉安娜是现在打了一个二反二 面对对手的最后一个不知火舞 好 跳C 牵前想要钻灯 打个立像 在这边的话即使的一个后AB 好 CD摊墙 AB 这个圣龙 很亮啊 刚刚已经落到了背面 但是居然是被打到了一个判定 好 火舞这边的话 暂时虽然是满气的支援 但是找不到什么用的机会 高手腕 漂亮 CD 向你攀墙 然后战B 回身马上跟上了一个BC连 EP这边波的反应也是相当的快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战B 刚刚累下小奥追莉安娜的后AB 但是没有追上 所以目前战局来说的话 对火舞不算是太有利啊 因为现在火舞一气的支援的话 小孩还有两个角色 好 好AB先躲过 诶 哇这个挺好C 没有打过逆向 如果打开的话 就可能一发入魂 但是最后的这一点血量 直接原地跳C 向沙带走 那我们恭喜小孩 现在两个人是打成了一比一平 打成了这一个循环赛 这场的双赛点 好最后的话两个人也是想了一下 诶 表示可以直接开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选手的最后一局 好开局应该是这个 罗伯特 对抗莉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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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厚厚 两个人拉开一点距离 但是小孩这边的话 血量上的劣势还是比较大 诶 刚刚慧空打了一个重拳 感觉是没有什么含义 好 重拳 一个摸奖 开个PC 回升 哇漂亮 这个立项 直接直接带走 刚刚如果没有死的话 应该是接一个这个EX28A 2米 2米 开始 那么现在的话 两个莉安娜 是跟上面那一局 基本上是持平的一个这个局面 但是现在EP的血量还是比较多 好 先行 一个这个CT 直接探墙 好吧 小孩这边的话是选择了 打一发中段 跳A 选择跳A STP杀 好 回升 反过来一个座头 哇 抢到漂亮 这个 小孩还是求稳定啊 主要是求稳定啊 刚刚其实 不用气的话 对手也已经没有多少血量了 但是是直接把对手带走 所以目前的话 在这个气的资源上面来说的话 小孩要暂时落后一点点 好 灵气 对这个背面的摆合 目前三气 诶 这个漂亮 一个小跳 骗到一个是龙 直接一发大连段 跟上 打一个将近400的血量 哇 就是一个这个逆将 好 28A 好在是没有气啊 所以这个最后是布雷S的必杀 好 目前看到这个利安娜一直在压着百合来打 诶 下B 下C 因为距离的关系 所以没有连上 跟他连上的话 应该是打断开一个BC连 跳CB 继续往前面压制 28A向一下杀 但是最后百合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残血 好 虽然身上将近有四七的资源啊 但是已经没有血量了 好吧 两个下B 直接带走了这一场战斗 那么现在的话是小孩的赛点局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到之后有一个怎样的发挥 波仔这边还剩下了一个不知火舞 但是现在是满气满buff的一个状态 好 跳B 前行 想要投一个逆枪 漂亮 这个是正好跳过了一个下地啊 好 选择了直接B杀 那么现在的话是打掉了莉安娜半个人血量 或AB 先把这个位置弹开 哎 跳C 但是一个下段没有连上 好 那么 哎 小孩坑了一个套路 没有看懂啊 下C直接 直接开BT 然后堵一个6B 这么打的话 可能 可能小孩有被的想法 但这么打的话伤血不算太多啊 虽然比较难防 好 所以现在的话不知火舞 也是到了 最后的一个黄雪的边缘 莉安娜 这边还有将近4分D的血量 哎 哇 漂亮 直接 点C 然后开B C 赌一个中段 可是后面没有连上啊 好 那么最后的话 火舞残血 又是两个下B 直接带走的对手 好 我们恭喜小孩 赢得了这个胜利啊 好 循环赛的下一轮舞 我来看一下是谁对谁啊 真的变成一个 呃 这个 哈哈 好 我们我们我们先开始比赛 呃 小孩还是用罗伯特做手法 罗伯特雷安娜八神 好 金豆腐这边 蝦皮 蝦皮蝦皮蝦皮生龙 库拉打罗伯特的话 啊 在起码在飞行道具上是不虚的 库拉对付波的方法有很多 哎 这个压制以前是没有破绽的 这一代开始好像是 还是前几年有开始有破绽了 DX还能接个神龙 对 在一气情况下 这应该是罗伯特的最大伤害 哎 哎 哎 这个果然是没有破绽吗 啊 被跳入了 小孩被跳入 嗯 金豆腐三点之后解决问题 啊 小孩调整了一下坐姿啊 一米 开始 啊 啊 去如女精人上场 哎 裸爆BC 哎 刚刚小孩的那个BC也是没有看懂啊 直接上场这个BC 他应该是 就是抢了一个下鼻 然后爆BC 但是下鼻跟对方相杀了 然后最终裸爆了一个B 这样子的话最后是一个28A 直接收走 好小孩就去拍了拍他的全霸摇杆 然后日本学生也就轻轻地拍了发这个T12 我们看一下是T12还是全霸的胜利 接下来关注这场 这一场的这个对战 好 两方平血 但是莲安娜没气 对 顺强的话哇 这个直接B下漂亮 这个反应很快 真的是直接 真的球状害 就是球状害 这两个比较了 这双方两气 师娘看来很不愿意被关在角落里 废气AB出来 小孩现在处在一个追的状态 师娘在想打油击被二 被小孩一个前跑三 三级 去的28打中之后一个折中段 小孩刚才那个二八 是因为他跑的时候 就随着下段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要经验 因为一般人跑的时候 就不会随着下段 金豆腐一个中下段二折 首先二B打中 让你习惯性的蹲防之后 暴鼻这一个中段 面对师娘这个防守 确实是很有压力 小孩的八神出来了 八神三气 要打两个角色跳敌 抢一下 之后百合泽 大波打到师娘的蓄气时候的 落地硬直 好漂亮的一个百合泽 爆气 比谁连收走 小孩子想要最小损失 就是只用一格气 去把这气拿雪打完 所以是没有去选择 一些常规的连法 好了我们现在的话是来到了两个人的最后的角色 拉赫露露 看一下而且两人都是三气啊 现在的话也是等于打成了同一个起跑线 好前一个远西 哇这个直接缺了一个必杀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八神是被打到赶紧半关系 后面怎么连 好必杀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连段 而且八神还有两气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赢了 金姐也想要打 还是有无敌 来了 这一套 Lex 死掉了死掉了死掉了 应该是死了 好 回身一叉 好还没有 这个虽然中了外科手术啊 虽然断了什么东西还是没死 八神还有三气 八神有机会 有机会一发入魂 好我们先来看看小孩 一再调整 用这个波动打赢 现在的鸟不能消波了 以前的话刚才他八神就死了 好 现在的话两半 小孩也很危险 一摸一下就再急急 小孩刚刚下斗 我感觉小孩 想直接mix2嘛 对我觉得他心里可能也觉得 他刚才那一下子死了 哦哦哦哦 好学呢 差点让他换血换出来 双方残血 中断 小孩AB 哦这个钱币怎么鬼 这个钱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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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刚刚吃一下的话好可惜啊 这个钱币是什么鬼 我感觉 可能是货一币或者钱一币 呃这个钱币是全帮摇杆的波 先是恭喜那个军斗鼓 先拿再一分 军斗鼓一比零啊 哇这个全币 没看懂 这个钱币真的没看懂 关键时候这个出现了问题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 刚才发了一个波的 对 然后看他这个针鸟过来找AB AB15了 对我也感觉他是前后人后AB人 好那么现在的话是先丢一分 我们来看一下小孩的第二局 过去 你都不三点之后没有天人生龙啊 好这个飞烟机风腿 这个好像没有没有硬 让我发现这一代没有怎么破绽 啊 几乎是没有破绽 对的轻的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后面来看 哎他这么连的话 哎对手一个是不能动 而且他加气也加得太 对啊 有有点有点梦回酒气啊 对好那么现在的话 军斗鼓 先跟到了角落怎么压制 好准备一个跳C 哎 漂亮片脱了增龙 哇这个只是跳骗效果很亮 没有气没伤害 好那么现在的话 哎一个C头 先把距离拉开 那么最后的这点黄血 我们看一下小孩要需要怎么去处理掉 好球啊 哎漂亮漂亮 这个很漂亮 漂亮漂亮 直接打了一个落地的这个他海 嗯 日本选手用了T12 日本选手应该就用了T12 日本选手应该就用了T12 好了我们现在就看一下现在的第2小队1 哇好直接 直接啊 这个东西打的落地好难倒我发现 真的是太难倒了 对 好他就直接个中段 刚刚落地 中段落地 中段来起身 哎漂亮 这个很机智啊 然后刚刚如果不出发大风车的话 应该是坐到了波上面 嗯 好两次继续后后发波 好给自己加一点气 顺便打下牵制 漂亮5B 确认爆bc 直接反应过来5B一个bc 拉到前面打一个高尚连段 好后车继续调 好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继续来看 这一颗残血 哇两打中段 刚刚就这点血小奥中段去骗掉 但是小孩没有给机会 最后直接带头 这个中段结果把自己给害了 好 好小孩子强势拿回两个角色 对那么现在的话 但是金豆腐这边 有一个武器的资源在身上 好 好拉可露露 再创这个罗伯特 好开局直接选择了暴气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角色 所以他暴气跑比较长 他是采取这种 连续打耶鸡跟鸟的战术 哎 中二雷下的话没有去一连 那么现在进度来看 下盘3的打 哎 这就是破绽了 对 他输出超杀了 输出超杀了 没法死 哎小孩经验不足 这个超杀其实落地还是有破绽了 经验不足 经验不足 这招不太常见 球稳运马可能也就是打了一个下动拳 这个能打到 打多少 但是现在直接 刚才其实可以打到很成的 直接跑 跑穿这个飞 跑穿这个阴 跑一跑连段到反边 哎 站C后面没有任何的连段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小孩虽然是残血 但是优势是相当大 对 然后下C直接被风带走 刚才有点可惜 对 刚刚那一下的话 如果打的话 可以牵一逼 然后再跳功起步的 应该可以打最高伤害 是 好 不过这个也不所谓 反正小孩现在的话 是第二个选择 哎摸到 好 他选择一气的必杀 这个是 呃 车稳定啊 反正应该是可以打成一个残血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来看一下 哎 练娜一直保持在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下批 看练娜和露露怎么强攻 对 下批上杀也无所谓 反正他已经没有多大的血量了 哎 不所谓 好 那可露露现在四气 虽然四气 但是比较难找到机会 嗯 直接 2C打转条 这个 好 1比1 目前1比1 好 小孩喝力口水 喝力口麦动压压精 好 好 两边是举手之一 现在是来到了最后的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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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库拉 开局就想反驳啊 但是开局的话就稍微慢了一拍 嗯 好战B 打下天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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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有点看不懂啊 就是让人看不懂 就是让人看不懂 这一下 好 一个跳C 但是刚刚打点有点高 可以多地的话2B是没有连上 好的 不特 哇 C的空空 哎 来了 这样子的话 应该没死吧 差一点点 哇 好舍得 好舍得 留着 留命不留气 不留气 气都不要了吗 我感觉这个气 但是小孩的话也是想先那个 先杀人 先杀人 不考虑其他的因素了 这样子自己的话就已经没有资源 面对四气的这个师母 好 跳了边 哎 这一次没有选择 哎哎 你看这个就是 小孩比较会防这个 因为他师娘打得多 他会比较会防这个 这个小孩的话 第二次就选择了一笔伞 不去应对这颗阵力向的 也确实很难猜啊 对 因为他是这样的 反而鼻子力正向 然后另外一个子力向 他打正 他可以打正落力 也可以打定多重啊 这个这个东西很难 很难倒 我说真 我说确实是分不清楚 好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是不给你压制的机会 因为像师母有气的话 确实还是比较吓人啊 这点血量 应该是一套BC连的事情 就可以带走 好 后撤一个斧槽 哎 撞到了波上面 那么现在的话 小孩还是在 慢慢的骚扰这个对手 现在已经被他磨掉了 将近半滚的血量 战兵回心一踢 哎 反之位 直接 选择了这个裸开 裸开BC EX4EX4 撤开之后 他耶克斯波的波的速度和探定都会增大 好 那么看一下 这个神龙真的 这个神龙漂亮 这个神龙直接凹了 但是是他只能对手要前前 压一个起功 金豆腐的血越来越少 好 弱地直接空中一个卖肉的这种套路 弱地团了一套大连段 阿德罗伯特又是加到了一个资源 哎 这次没有出招 没有换招 这次的话是半个 刚刚金豆腐也是 有去开BC连了 直接选择了陛下 对 因为开BC可能时间上反而会加回的更多 然后血量会加回的少 好 好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来看 呃 莉安娜还在抓气 好 这边连续大部分就抓气 哎 好 这个下这边的漂亮太难防了 确实太难防了 哎 起身 直接奥白A 好 爆弹 现在的话 金豆腐这边也只能挨一下的这个血量 哎 哇 这防得这么稳 刚刚感觉这种上下段的话 全都给他防住了 其实特别难防的 莉安娜的防 跳黑 然后吓兵 坐下起来特别难防 啊 昨天死做好准备了啊 你待会儿镜头切过来 你们不要吓到啊 我随便带上的好了 呃 你们先准备好课金走眼 要不要接 要不要接啊 不接 小孩可能是长一发入盆 放在最后的计划 来了 火了 应该是死掉了吧 挂了 2 恭喜小孩 恭喜小孩2比1 获胜 还有没有打安迪的心得 终于选男性角色了 是的 这次比赛男性角色出镜率是相对低的 好 安迪对方罗伯特 这两个角色 导播切一下画面 右下角的画面 对 导播切一下切一下 对 这样子的话可以看到全屏 好 十分感谢我们的导演 好 后撤发一个波 看一下我还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对策 因为他这样的角色我估计也是打的比较少 肯定是少的 因为我看他开场这下 现在看了一下这数表 好 站BT 回程式产生个防控的效果 哎 跑动抓了个正面 直接下盘3点一个BC连 好 吴云腿 落入到了板边 300多的一个连段 哎 这边起身直接动身龙 好 表哥这边的话 哎 漂亮 好 一个EX 地球仪 哦 爱迪对方漂亮 相当的亮 小孩这下拆头拆的不错啊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现在的话 好 JD奔掉 直接一个波奖开一个BT 生龙对空 哇 跳迪 小孩看来还是 确实是有效果的 这个安迪 确实打法上跟其他角色不是很一样 好 这个跳性力向 这都能力向 这都能力向 这都能力向的吗 感觉那个力向好奇怪哦判定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就来了一个逆向了 真的是 一言不合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的话 两个利亚娜的这个内战 好 下B 一个远C直接莫奖成功 好 连段 直接一个半关 雪亮 好 压起身 漂亮 还一套 也是一个中田的摸奖 爆炸 然后看一下之后的话 选择了厚厚下B 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套套 发现 也是很不错的套套 厚厚的话 可能想抢这个乱动 二八凹出来 中段被凹掉 漂亮 中段这个表哥的反应 如果有点分不出来 两个利亚娜谁是谁了 好 现在的话看一下 一直在前前后后 哇 原来左边这个是小孩 好 那么现在的话 1T的利亚娜 是带走了小孩 小孩还剩八神 二八 我动生龙 点断上去 两气 用一气先 先杀为进 再来一下 下段 你不生龙我就继续啊 中段打一个连小连段 下段再继续 C 再按 这个C真的是很无解 八神 小孩的八神 在没有任何作为的情况下 就已经差不多要挂了 小孩想骗 双方不动 子弹时间吗 哇 二敌打乱动 哇又又来 导播 导播非常及时啊 反正 小孩贵了 小孩好像很习惯 先输一盘 先输为进 感到 我突然想到那个 那个跟踪点了 好像又要开始了 哈哈哈哈 我们导播卖了 卖了个猴啊 嗯 好小孩又是 先把自己逼到 逼到墙角 一只脚先踩下去 然后再翻盘 这样才有节目效果 你你你解脱一下 我接个电话 他又去接电话了啊 他又去接电话了 又啊 今天一下午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 这种场面了 好小孩 连续两次的下心脚 连续压制 安迪连招不随 再压起针 AB防住 这个阿迪对空好好用啊 杀杀都转 伍比爆气啊伍比确认爆气 这个好厉害 这个好厉害这个好厉害 成龙 第二次的啊 神龙 哎漂亮一个中段 不过大表哥好像 好像不太习惯中段之后接掏杀 哇这个远cbc之后这么远都能接到劲敌 又是两个雷安娜的内战 正向连段小食物防住了 cd之后的16倍奥掉双方相杀 双方都是第二个角色 哇你看小孩就这个同样差不多的距离他就没按到 哎叫追逆向打出来连叉抄杀要上去杀掉仙啊对杀掉仙 让小孩先来到先把对手第三个角色打出来 一梯这边有四气虎迪的一个摸奖bc 两指定头被熬掉了 来了 哦好直接好直接 两气球伤害 哎 这个这个28c是怎么鬼 这个对空的雷伦田是怎么鬼 哇又想五敌 但是小孩这边是先按出了一个2c把招给抢掉了 哦直接 戴剑1比1 大宝剑啊 尼安娜这个大宝剑也不是缩缩的啊 我虽然有另外一个大宝剑 但是这个大宝剑也不是缩缩的 双方OK了 小孩师娘一直被吊打 对啊所以小孩没有选师娘呀 那关键还是看一梯的安迪的发挥 因为我感觉小孩对后面两个角色是非常熟悉的 那要说不熟悉可能也就是安迪 然后一梯可能剩也就是剩在安迪上会多一点 目前看形势是比较好的 哦大波被预读到了 那个这个这个就很伤 我这个大波是想吃掉安迪发波吧 哦漂亮的一个基础连段 安迪在没有费任何血量的优势下 就干掉了小孩的罗伯特 啊 诶 起来 哦 哈 叀 连续两次的连刀15 跳C打出逆向 接超杀上去 让安迪血量见底了 C头 5C 这5C继续摸奖安迪空血了 小孩应该用最安定的方法去 好一个二笔 是啊安迪个子高了 一梯这边其实 中段还是没有接超杀 一梯每次中段打中之后 都不太去接空中的为止 然后这边一个超杀出来 怎么着还是下段 再接一个超杀 这样小孩来到了第三个人 一梯先拿到了赛点 看八神怎么打这两个角色 连续两个5C摸奖没有气啊 有气就开BJ啊 真的 一梯也打得很实惠 感觉他是最后一个人了 能打多少都是多少 八神不得不上 哎 抢抢抢空被打了一个二笔的落地 啊 又是一个中段 小孩这样有点难打了 升龙之后的MAX超杀 要不要接MAX2 不接还是流气 漂亮追到了一个后AB 直接裸开超杀 我也不接球安定 好 那么小孩在剩大约四分之一血的情况下 是见到了最后一个角色红丸 嗯 大表哥的Liana也基本是达到目的了 气消耗光了小孩的气 又把小孩的血淘给啊 有加回来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约一半 哎这个雷光拳 这是看到什么了 大表哥有时候 我觉得他赌招真赌得很凶 啊 结束了应该 哇 恭喜大表哥 2比1 获胜 这应该也至少还今天的首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场 好我们来看一下混玩 面对我孩的罗伯特 好开局一个反转A 这个是试探一下对手 哎开局就开始了猛攻吗 我感觉这个 我感觉这个 之前都会看到这 为神社有这个发气的习惯 好 果然身边的我们导师 毫不犹豫的展开了进攻 好厚厚 拉开一点点位置 好这边血浪的话 两个人血浪现在基本上持平 哎连续虎袍漂亮 扫了板边 看一下罗伯特怎么压制 前前行直接被一个低头暴荡 好反正A这个压你不能乱动 漂亮找到这个陛下来的机会 一个瘟腿 好落地看一下怎么怎么样打一个折 选择了用飞行道具 这个堵台跟后卫币 可以磨一点这个血 包括加一点气 好 红丸在被打的过程当中的话 也是被加满了这个满气的自由上三气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发这个高速度的机会 战地直接选择了那个摸奖BC 好两次EX这个雷光拳 但是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落地一个跳C 直接反反刚CT直接带走 不是带走直接弹开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红丸 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点血量 好两次这个聚合折 这个这样的一个技能 好时间也是不知不觉的 来到了六秒 好现在留给暴王的时间已经不多 不好意思留给这个柳着King的时间已经不多 为什么总是想到了暴王 好那么小孩的话 因为是五秒钟的时间 所以加的血应该是不太多的 好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师姆对抗这个罗伯特 好跳逼是喜欢满面压制 诶刚刚那个跳逼的话落地两点竟然是没点上 因为刚刚那个距离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距离 好五云腿还是选择了一个稳定的这个连段收尾 因为这个连段的话 它最大的优点是它还可以攒气啊 最后的五云腿还是可以加气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你边用B系连的时候 可以边给自己写下一些资源 好连续这个跳逼 后撤一下刨开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现在这个师姆的资源还在 漂亮 直接一个弹墙 选择了下地 打一个这个倒地 好还是强开了BC 最后一个EX鞭腿 结束了这一局的战 结束了这一局的战斗 但是现在的话 有这个King 跟小孩资源应该都是一样 都是两气 好小孩是Baleona 放在了28的位置 然后她手底的是一个这个 这个非猪肉的八神啊 好跳C 下B 连续往前面压制 哇这个正好是追到了一个后跳 诶 就打了一个插盒啊 因为正好是下 战坠的一个这个下段 没有判定啊 所以被Leona 扫到两个 扫到了两个这个下臂 好 世姆的话 这个感觉 进攻运望好强烈 一直在想要压住Leona打 但是是跳的有点明显 所以被一个这个空中的截击 直接带走 那么这一把的话 来到了最后的Leona 现在目前四起 好跳进 哇跳C刚刚的一下 有点像是逆向啊 哎漂亮 好一个机会 打一个仪器的高尚连段 好这个应该是一个将近四百的血量 一个CD 反正往前面追进 而且小孩这边的话 也是被打到的四颗能量 好下B下B 换AB 先把这个位置拉开 诶 哇这个好机智啊 小孩的话 这个AB的很及时 好选择了裸开 这个BC 直接一个C摸角 C头 目前的话 血量看上去已经不算太多 哇想要折一个中段 但是没有任何的后续 好 好 那么我们来看 现在的话 最后这点血 选在了通中 打一个上杀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对策 好 那么现在的话 两个人都是最后个角色 八神接触莉安娜 哦 这个 真的已经感觉已经跑到地下了 然后突然落到了真面 这个是特别诡异啊 但是八神的话 刚刚也没有开BC 所以莉安娜目前的话 没有没有这种伤害 好 一个点C 直接BC 哇 漂亮 刚刚那个反应 真的漂亮 八神一个小套的百合 就居然是直接被一个200 1X8K直接打到 好 看一下小孩 诶 这个是她的一个失误 本身应该是一个这个 闭波 取杀一个闭杀 所以 哎呀 莉安娜这边也是一个致命食物啊 本身的话 应该有可能一发入魂直接带走的 好 那么看一下 双方还有气 也就是说明 双方还有鸽子的一个机会 好 八神目前三气 对莉安娜两气 好 厚厚 先把这个距离保持好 好 现在莉安娜是先到了黄雪 而且时间的话 已经剩下了大概20秒的时间 下B 选择了弹开 好 八神现在最后的三气资源 我们看一下怎么打 哇 漂亮 最后的一瞬间 直接偷了一个下盘 因为八神这边有可能是想要拆头啊 所以柳州King暂时先拿下一分 这个确实是打得很刺激 这个确实是打得很刺激 双方在这个场面上打得相当胶着 好了 我复活了 好了 现在的话我们来看 目前柳州King 以一分的优势 展示领先 好开局 一个电风扇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 好 连续 选择了八波 诶 这个跳CD打出了一个counter 但是落地的话没有跟上这个连段 他好像空中CD打counter的话 跟这个连段的时间好像有要求 我发现的这一座 嗯 对 因为他跟以前的打点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这个好像以前那么可以 以前的话 基本上以前的几个系列 只要你落地之前的话 都可以连上的 对对对 这个可能对他这个落地的高度有要求 看上去罗伯特有可能快晕了 现在头像在翻绿光 好 这个头已经绿了 好吗 不过现在的话是把晕打了回来 哇 这个是 好下来 三点漂亮 直接带走 好那么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呃 柳州King这边的话 是暂时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人物上做了一个人的这个区别 好 哎小爱想要木鸭两次接个下C 但是这个是没有没有压到 对 确实 嗯 红 呃 雷安娜打红丸 其实也互相都是一个机会了 然后就是进入一个压制的情况 看怎么看怎么进攻 哎 跑逆向 这个跑逆向还是稍微有点明显 这个雷远拳的持续真的很不好 以特亚的反应他肯定是想出超杀的 嗯 这个确实是有点难 哎呀 这个密向 漂亮这个是密向 把这张木鸭 哇 柳州平很省啊 这个三连直接弄到板边 好 我还的话这边也忍不住啊 直接选择了这个莫奖VC 哎漂亮 跳地没有跟上 这个密向 柳州平 比较比较这个意外他是怎么挡住的 哦 对 来来来来 还是得不能省气 该用的还是得用 好 这个是一颗GSTP他 直接笑走 雷连安娜这个跳戏真的是很多打点 你看上去根本就打不出立向的 对啊 看上去是在正面的 突然打到了身后 莫名其妙的就 那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发师娘 好 连续的选择了这个霍霍 哎 28A 上杀了一下 哇 这个 刚刚那一下腿的判定好远 嗯 好 硬C 这 这反应 真的是 哇 这反应太吓人了 是 刚刚那个挡住了一个正面的下壁 真的是一个高手的体现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看霍霍 好 一个CD 回程 再选择了这个 漂亮 这个眼C 直接打中了大风车 好那么现在的话雪亮直接被追平啊 抓到洛林音子 哦 好被打到一下 但是现在的话 莉安娜是 没有主要是没有资源 这个是一个比较 主要是莉安娜刷气效率太低了 这个是个比较尴尬的地方 他现在没资源的话 后面的一个人 呃有点不好打 所以现在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战局 我们去处理 对 好 下逼 顺强这边的话 哎 还好还好还好 刚刚刚正好是踢到了 他想到了这个 呃小孩的话应该是防住 然后再一个逆向 正向 又是一个正向 漂亮 但是莉安娜还是没资源 莉安娜如果 如果就比这个血量积极的话 那最后一个角色资源会非常少 对跳低是正好挂到了对手 那么现在的话 那八成如果只有一两期要去打莉安娜 其实蛮难的 对 现在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局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哎漂亮 啊 用两队就是换血换血换血 这个 这个直接 对直接先把血量 打到一定的 打到一定的对自己有一定的优势 哎 哎漂亮 这裸爆器是什么鬼 关键是他抓到裸爆器以后 啊防死 没有连上 转弯了一下 如果连上的话应该又是一气的比赛 嗯 可以打到黄血 嗯 所以现在对这两位选手来说的话 好吧 都是比较这个 哎 八成是目前一气 八成一气啊 资源很少啊 两气 几乎两气 几乎两气 好现在的话 太多伤害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八成这么大 有种更一套机会 好哎 下C 直接想要稳定对空 下C 哇直接远C 这个远C真的好快啊 这个车就能打出相差 这个远C是不讲道理的 反正按了再说 好 哎 我俩来了 一个max八进米 哎 没有什么八进米 对还是把气线给留下了 这个是 他是因为 考虑到这个 对 之后的 漂亮漂亮漂亮 漂亮这个结束了 漂亮漂亮 好 那么双方的话 一比一平双赛点 因为是抢二 好看到了我还也是喝了一口水啊 这个缓解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因为说实话 确实打到现在了 晚上其实 非常累的 对 确实是非常累的 打到这个时候 哪怕你中途有些 而且我还的话 下面一场还是有他的份的 对 关键下一场是硬仗 嗯 下一场是这个拳黄十四 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战役 小孩对抗我们这个台湾的增加阵 对 那场打完之后 还有几场阴障 对 这才是 对还有街霸的阴障 这个 作为明星选手 这算是作为明星选手的一个代价 对 这个 要 要获得这样的成就 总要付出一个东西 总要有一些唐人 无法付出一个东西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 现在小孩对抗柳十四 好 后玩 还是选择 这个距离虽然还是选择杀气 感觉这个前手还是 对这个气的 依赖性 特别看重 特别看重 有机会就一定要刷一下气 再拨马上到跟前了 还是刷一下气 还要刷一下 好 现在小孩的话也是连续发波 好 现在想要寻找一个招牌的机会 因为刚刚刷气的效果 所以侯然现在目前是 两气的资源 好 战斌 波动 打了一下对手的乱动 漂亮 这个内向防得很稳定 好 后撤一下 他叫周怎么打 这个大森龙可以的 这个森龙可以 这个森龙的话 我觉得很有代表性 有小孩自己本身的这个 这个风格在里面的 好 下滴 刚刚直接一个起跳 小孩被一切AB出来 因为真的是破防主要被打没了 不得不出来 又是直接 选择凹一个神龙 这一下是因为 这个硬质 这个硬质这么大的 对 EX E-X雷刃拳 会造成非常长的硬质 这个硬质感觉特别大 感觉忽然再爆气来 可以来一个地下的来就行 对 就可以 好 所以是 差一点点 不省气 这个 这个就能带走的话 就不省气了 发现些人 不省气 他打法是比较实惠为主 我能够带走你的话 我就不会去 把这个资源留下来的 好 好 那么现在的话 小孩是见到对面的第二个这个师娘 尤其 尤其确实是小孩的打法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累的打法 他是 男神去打确认加反应 那 就是跟打造物比的话 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 这个 漂亮 这个正面的CD取消了反片的这个大风车 对 对 不过你这也其实也说明 确实小孩经验老道 刚才 你看他把 他先把红丸威胁最大的 刷漆最快的红丸他干掉了 其实师娘的刷漆效率没有红丸那么高 虽然他这样师娘资源是满的 但他要打雷安娜他就必须要好气 必须要出资源 对 漂亮 这个是强行裸开PC 哎 没脸没脸没脸 这下肯定是 对 要省气要省支援 好 那么现在的话 一个师娘的大伤害 登上了爆头 好 再断练 他就可以压一下起身 从整局看就是说 整局看的话 雷安娜可以输给师娘 但是只要把师娘进入进程度耗尽 好 漂亮 这样子的话 依靠大伤害 面上 好 后后吗 漂亮 小后跳的一个中段 选择了一个中段 好 远C 那这样情况就更好 这个远C确实是有点不讲道理 我感觉这个师娘的话 应该是出了一个什么招要抢 都没有抢到 好 那么柳州King的话 也是还有一个莉安娜 但莉安娜目前四颗气的资源 现在轮到莉安娜 就是柳州King还做同样的选择 要省气 好 要留资源打八神 前 连续前走啊 这个想要压一个中段 要打中段 对对 好 落地 这个是刚刚是两个人上杀了一下 要流血要省气 其实是相当难的 好 这个小孩的话也是直接莫奖开了一个PC 下边 哇 漂亮 这个这个很漂亮 直接中段 开一个这个Max 美X必杀 哎 跳起的逆向 但是多地的木鸭没有成功 好 哇 中段 真的是看不到了这一下就是 真的看不到 好这个又是第二次的一个中段 那么现在三区对两区啊 这一下跑到你面前二匹跟跳一匹 这是硬拆 真的看不到了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八神后后发下波 而且现在已经是比较关键的一局 S战的S局 下B 哇 这个跳低 跳到这个后面有点有点明显 哎 刚刚类下的话 跳入跳过顶 但是没有选择百合哲 好 莉安娜率先 找到了一个这个PC连的机会 好 蹦 一个大伤害 不是PC连 是这个FC的机会 好 后撤联系往前面走 哇 哇 这反应 好 八神也是没有忍住 直接炸CD 彈开 而且这个自己还有 还有将近两气的资源 看一下能不能摸到一个机会 现在全方式改了一个设定 就是飞行道具 你没打到人 或者没绑到人 就不加气 好一下 这个好像以前就是这样的 你要原本是这样的 就是自己去加一点 好 看一下 莉安娜率先的爆气 八神同学 漂亮 哇 哇 漂亮漂亮 思学翻盘 飞 新ATE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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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那小孩还有一场对曾家震 小孩还有一场对曾家震 podía больше 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 这个对策应该真的是比较少的 好 这个 Vaser性能算中上 看一下小孩怎么去面对增加阵的这个BOSS 他是放在了手法 这个是琼皇十四的最终BOSS 可能有的朋友是没有见过的 可以说一下 这个跟 哇 漂亮 开局 这个跟红冰犬大蛇是两个概念 这个Vaser是完全能打的一个角色 哇 远距离的头 Vaser最赖的就是他有一个远距离的头 但其他性能说不上出色 哇 这个BOSS一直 哇 漂亮 就是看小孩有没有对策 打不打 有没有打过 虽然看两点 刚刚的话没有跟上 OE8 圣龙 把这个距离直接拉开 BOSS刚刚就伸出了这个爪子 应该是一个什么飞行道具 他那个爪子最远可以抓半个屏幕 EX的 而且非常快 好 一个EX 强行 漂亮 漂亮的连舞角 OK 这个是EX的一个连舞角 这个后面可以跟上圣龙 好 又抓到了吧 这个是BOSS最赖的技能 就是你真的想不到的时候 他会抓一个指令头过来 这个东西 指令头是往前移的指令头 他会 他打完之后 他自己可以动 噢 打完自己可以动的 他会把你拉过来 然后自己可以动 这个就类似于赛斯的那个 对对对 好 那么现在的话 小孩的罗伯特 是输给了这个最终BOSS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一个远飞 但是距离的话 诶 哇 这个 很容易中 这个真的不行就很容易中 这个东西怎么感觉好容易中啊 对 哦 他是一个指令头是吧 他是指令头 指令头的话确实是有点想不到 哇 一个CD 直接往前面弹 哇 漂亮 这个 感觉这个BOSS 打得有点激进啊 老前冲 想要一个底盘 我真的怎么能打分 哇 这个指令头很变态吧 哇 这个指令头真的是 我感觉没有打过的人 真的是有点难打 好 赶快 诶 小孩的话怎么失误 我感觉他是应该想用两次来带着这个 对 因为确实是没有 对 没有 没有打过 因为在这个BOSS上损失越少越好 对 对 好 好 好 对 因为这个是算总击分啊 刚刚我们是问了一下我们的导播 所以这场的话 他们谁谁输谁赢 其实主要是现在的话 考验一下硬实力 其实都已经出现了 好 落地一个V字盏 好 漂亮 这个联络的话 看双亲慢慢的找回来状态 因为打不出后舞的话 可能是他比较熟悉的一个关系 对 好 CD 那也就是说明天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四位选手的表演 好的 我们继续来先来看完这一场这个比赛 台湾双熊迅速出现 要这样的话 是一个大伤害 直接跟上 大雪 哇 这八神这下子不好打了 后面还有一个人啊 要省气怎么打呀 啊 八神贵了 好 我们 已经又有一个妹子找多天使开房了 这个房已经开好了 多天使说 我房已经开好了 反正就是590标准 就继续住 然后我们晚上 我们晚上水床玩起来 就这样 可以 你待会 你先把你的东西放在房间嘛 待会再拿你的东西过来嘛 好吧 小孩会换决策吗 不换 其实我觉得小孩吃亏在这个打BOSS经验少上 这个BOSS开局就指定头啊 非常非常的强势啊 而这个BOSS还有一点 就是他那个战敌好像是有一个格党判定的 而且战敌非常远 可以很无脑的远距离摸奖开BC 哦大声龙 好我们现在的话继续来看啊 现在是这个增加阵 在这里面一分 对这BOSS是有波的 那他这个BOSS 我记得他的波是朝上的 他好像有个上面的一个距离波 对一个上面一个下面的 对 他是有点像那个 那紫灵头 哦对这个BOSS有两个波 好看一下 这个一个倒地 哇这个漂亮 又是紫灵头 当你待的时候他就会来抓你 这就是这个BOSS最恐怖的地方 不是我感觉他这个是抓他 真好抓他紫身啊 对 因为你只要待在那里 待超过一秒 就是超过那么一点点 一开始 我感觉这个BOSS强 应该不强 只是说这个对策 只是因为没打过的人会很懵 我估计打个打个打个几局以后的话 可能就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这BOSS整体实力是 就是比较中上 中上也不能够太弱 他毕竟好歹是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赤克现在战局 好BOSS中了一套大的连段 诶 一个CD 但是这个爆弹没有连上 这个爆弹是想拿起身 CD比较扁 啊抓落地 诶 又是一个这样的玩意儿 好 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讨厌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CD 两个人继续拉开 哇 这是一个是倒地追击的 哇这个BOSS 好这个天女散化的 诶 这个可以有瞬移啊 我刚发现 他那个对他是AP 诶 这BOSS什么技能都有的 有指令头 有飞行道具 有瞬移 有倒地追加 除了森龙没有移 对 他好像真的是 这个东西也可以算生龙 他好像什么都有啊 我发现这个BOSS 全身都全身都是宝塔的技能 他还有一个很神的跳C 哦 那我们先看吧 反正现在的话 现在也是面临这个BOSS 小孩现在是打得有点 真的是有点懵了 因为这角色真的是没打过 我估计他从来没有见过 真的是没打过 应该真的没打过 好 防住了 这个这么快 这个非常快 四针超杀 不给你落地时间 好 哇 费了好大的代价 对了两个人加这个两气超杀才带走的BOSS 这个确实是 真的好大带走 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小孩 就是三气的八成 但我记得这BOSS 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近身就很难打 对方近身就很难打 好 哇 这个圣龙漂亮 考验小孩基本功的时候来到了 对 要八成打两个角色 哎 哇 感觉跟上一把的话有一点像 是 是有点像 那个第一个也是确认之后的BOSS 对一个BC 半学 好 到期半学 落地 哎 漂亮 BC直接投入下盘 这下肯定带比赛 肯定带操杀 肯定带操杀 这下操杀 和一身一个C头 哇 这个一个占地 直接选择远低对空 好 漂亮 带走 带走 那冬天的全方十四的比赛就到此结束 恭喜增加镇 恭喜 感谢八位选手付出的精彩的比赛 对对对 那么 今天的话